大家好,又来到旅游播报的时间 东铁线过海段在今个月15号通车 成为本港第四条过海的铁路 到时乘客可以一程车 由新界北直达金钟港岛的核心地带 金钟站往来上水站 全程只需要40分钟 比现在快15分钟 车费就不变 新设的汇展站往来红磚站只需时5分钟 单程收费10个月 为了配合过海段通车 东铁线原油的12卡车 已经在上星期五荣优 由9卡车全面接盘 但议员担心 东铁线过海后细壁必爆 乘客可能要排长龙 港铁表示 东铁线过海段的繁忙时间将会增加班次 由每3分钟一班 增加到2.7分钟一班车 港铁另外会安排空载列车 在个别车站 例如沙田站、大围站等接载乘客 预期可载客量 逐移应付市民的出行需求 耗资近千亿元的沙中线工程 早在2012年中动工 东铁线过海段作为工程的一部分 原本预计在2020年12月通车 但港铁最终修订预计通车日期 为今年的6月至7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